57岁,钟楚红红素颜生活照,皱纹满脸,拒绝整容,喜欢自然优雅的老去。老公去世后不在家。 57岁,钟楚红红素颜生活照,皱纹满脸,拒绝整容,喜欢自然优雅的老去。老公去世后不在家。观看人数,18898。 没经历过PS和整容年代的女明星里,大家都喜欢林青霞和王祖贤。可是我最喜欢钟楚红,就是那个笑起来很美的钟楚红。 钟楚红刚刚度过了自己56岁的生日,她在微博晒出了一张照片,没有化妆,也没有PS,丝毫不介意自己眼角的皱纹。 爱笑的女人怎么可能没有余伟文,她都56岁了,当然也会有。不过钟楚红不喜欢修图,她说所有岁月的痕迹都是真实的。 歌里都那么唱,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,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。 年轻时越是漂亮的姑娘,其实越难接受自己老去,比起因为打针而僵硬的脸,她带着皱纹的笑容反而更有光彩。 像她这样能从容接纳自己,又不怕皱纹,爱笑就笑得自信和自在,才令人羡慕。 她笑得那么美,不代表是没有故事的女人,只不过如果人生终究留有遗憾,她也愿意笑着拥抱生活。 天真热情和风情万种,居然都让她给占了。 虽然钟楚红最美的时候,可能很多人都没出声。 但我相信长得漂亮这事,是不分年代的。 她年轻的时候每个浓烈却无似人,秋天的童话离她笑起来的模样,就是我做梦都想变成的样子。 她的下巴一点也不尖,放在今天恐怕会是一张这辈子都别想拍电影,除非你把塞帮子削了得大脸。 不过她证明了就算不是小脸也可以娇俏可爱,美丽迷人。 1991年的电影纵横四海,张国荣温柔而潇洒,中楚红美得天真又热烈,这一五二十年都不褪色。 她不笑的时候又有一种浑然天真的性感,毫不搅柔作作。 即便和林青霞美艳芳站在一起,钟楚红的风采也没有被遮掩。 当时江湖上提到她的名字,大家都说风情何止万种,最红不过钟楚红。 挥一挥手就退出江湖,她要和相爱的人环游世界。 用最近流行的话来说,像钟楚红这样性感的女明星,追她的人可以排到法国。 可是她的爱情却比人们想象中简单。 1983年,钟楚红因为拍了PUMA的广告,认识了广告界才子朱家鼎。 朱家鼎是个白手起家的广告才子,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,只在乎曾经拥有就是她为铁达石手表创作的。 1991年12月在事业巅峰期的钟楚红和朱家鼎结婚,那时香港媒体都惊讶于她没嫁给亿万富豪,也没嫁给帅气的男明星,可是她从来就没在意过名利和富贵。 1994年,钟楚红宣布西影,就这样轻轻挥一挥手,她就退出江湖了,没有丝毫的留恋。 毕竟在她心里,什么都比不过这段感情。 我的眼心只限于在镜头前,做到我作为演员应该做到的。 我想我的婚姻令我放眼世界,她让我认识了爱,她对事物的大爱令我看得更宽,更远,我们互相启发。 我很珍惜这段感情,我一直都觉得,我的出现是打扰了她低调的生活空间。 我到现在都有一份歉意。 朱家鼎不是亿万富豪,但钟楚红却从心底仰慕这个男人,不为金钱,不为样貌。 他们说好不要孩子,他学习烹饪,插画,摄影,他带助他去峡谷,去草原,去看山,去看海。 中楚红却从心底仰慕的婚姻是幸福的,离开了万众瞩目的电影圈,但她在自己的丈夫身边笑得更加灿烂。 她给我的,已足够我一生受用。 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一起相伴走更远的路,2007年8月24日朱家鼎因结肠癌在香港病逝。 2007年8月,钟楚红伴李婉王夫朱家鼎身后事,有传他伤心过度患上情绪病。 但是他面对媒体的时候说,我答应了他,会好好的活下去,要他放心,效忠败累。 他是朱家鼎遗嘱里的唯一继承人,那些钱足够他富足的过日子,但是2009年钟楚红付出拍了广告。 其实这些年很多人请他付出他都没有答应,但因为朱家鼎生前是巨资建设的度假酒店断了资金来源,所以钟楚红希望能够自己挣钱完成丈夫的遗愿。 朱家鼎是前程的天主教徒,他离开后,钟楚红在2009年4月11日正式接受灵喜成为天主教徒。 后来,钟楚红一个人生活,继续种花种树,旅行摄影,即便他知道丈夫已经离开了。 我是很真实感觉到他不在我身边的。 有时候我感受到身边的美好,吃到一顿很美味的佳肴,看到大自然很美丽的风景,经过一个很近的花园,有好近的花和树,我都会想,如果他在这里,跟我一起分享有多好。 丈夫的离开或许让他的生命多了很多遗憾,但他依然带着他的爱努力的生活,他说他给他的,足够他受用一生。 那段时间我也难过的,但是我觉得一定要面对前面,不能只看后面。 而他带给我的,已经够我的余生了,无论在知识上,还是精神上。 有人问他有没有憧憬心的爱情和婚姻,他说,在他心里,没有人比朱家鼎更好。 其实他并不是失去了在爱的能力,而是即使他一个人生活,依然被他们的爱情滋养住,从未离开过,所以那么从容。 也许中处红老了,但他的笑容让他一直没下去。 即便是年过五十,爱人逝去,独自生活,他也不曾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暗淡。 他的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,不会把自己关在家里,每一天都活得有目标,因为世界上有太多Amazing等着自己去发掘。 我想过自在的生活,所以经常去旅行,搭铁,坐巴士,去街市买菜,在草地晒太阳,好自在。 他依然没有付出拍电影,把很多时间用在摄影这件事上,记录身边一切美好的事物,所以也从来不觉得孤单。 2014年他开了个人影展To Hot COVID Vlog,并发行了同名影集,把所得收入捐助给香港地球之友,推动环保教育。 刘嘉环保教育,陈慧琳,郑秀文都去参观了她的影展。 虽然那么多年不在娱乐圈,但曾经的情谊却一直都在,就连不长出来露面的朱玲玲,叶倩文,林青霞也去给她捧场。 前几年她参加Ralf-Lauren 巴黎晚宴,光彩照人。 仿佛还是当年那个风情万种的红姑,从未老去。 她好像从不担心自己容颜变老,不害怕皱纹爬上眼角。 大概是她的美丽早已不仅仅是容颜,而是由内而外的力量,因为内心充实而带来的自信神采。 55岁的时候她给L拍了一组封面大片,又让人想起了20年前那句风情何止万种,最红不过钟楚红。 56岁中楚红满脸皱纹优雅的老去,网友,没打真的脸就是不一样。 比起打不真的脸,这样更自然和真实。 一张美丽动人的脸和真诚,低调的个性,为华人世界公认的性感女神。 1989年,在台湾地区十大性感女人中名列榜首。 中楚红已经57岁,岁月似乎也在这位女神脸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 中楚红紧文非常明显,与同龄的女星相比,虽衰老程度惊人,但气质犹存。 她笑得那么灿烂,不是因为人生从未有过遗憾,而是不论贫穷或者富有,无论是完美还是缺憾,她依然带着爱拥抱生活。 她脸上的笑容和内心的充实,变成了她骨子里的高贵气质。 遗憾才是人生,所以我要活在当下。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,脸上就会有什么样的光彩。 56岁的中楚红老了,眼角有了皱纹,可是她依然是笑得灿烂的美人。参考来源。 1 2 3 3 4 4 4 感谢观看